佛光山幸雲法師安詳圓集 在眾弟子的陪伴中離世 享其瘦97歲 佛光山舉行真身封刊典禮 幸雲法體踩坐鋼方式圓集 這座白色拱圓形的陶鋼 裡頭就是幸雲法師的法體 幸雲辭世享其瘦97歲 遵照他生前所交代 踩坐鋼方式圓集 身後是一切從簡 幸雲大師說 我沒有病 我只是叫做不方便而已 可能一下子呼吸喘不過來 那叫做不方便而已 生前難得受訪的幸雲法師 也曾接受過TVBS刊版人物主持人 方念華的專訪 曝光他的辦公室 我的座位在這裡 我的辦公室 我的會客車 沒有專屬辦公室 沒有櫥櫃 會客 用餐 讀經 寫毛筆字 都在同一張會議桌 幸雲法師生活樸實簡單 他天天練字 練出殖民的一筆字 下筆得一筆完成 也是因為他罹患糖尿病 眼睛幾乎看不見 年紀大了 他不佔用社會資源 這些年醫療支出都自費住院 97歲元級的幸雲法師 年輕時用哥哥的身份證來台 一度讓外界誤以為他是102歲 他看淡生死 2013年就公開遺囑 他真誠的告白 向大家告假 沒有個人物質的分配 沒有設立子 最掛念的是信徒的幸福安樂 私人已遠典型再素席 高雄市長陳其邁 前往佛光山悼念星雲法師 哽咽的語氣透露出他沉痛的心情 幸雲法師與許多政治人物都有交情 他也不避諱 公開自己是國民黨員的身份 我要做了71年的 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說是國民黨員 但幸雲法師對藍綠政治人物 從無偏袒 在他眼中通通都是佛菩薩 宗教地位崇高 但提倡人兼佛教的星雲法師 也從不避諱世俗煙火氣 每逢選舉 佛光山就成了政治打卡熱點 不只韓國瑜 還有郭台銘 歷任總統 包括馬英九 還有陳水扁 都曾到佛光山向法師請議 以及和星雲交情深厚的吳伯雄 跟王金平 甚至還登陸 拜會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前任主席胡錦濤 也因此他被冠上了政治和尚的帽子 早年他還自覺委屈 但後來豁達以對 也認為這個稱呼 是表示我很有力量 外界說他愛參與政治事 弟子說他是關心社會事 他的風範一直是 台灣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星雲法師連生死都看淡 藍綠爭奪 不過是政治虛民 在他眼中又何須計較 大家關係就好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星雲法師本是江蘇人 他會出家呢 事實上是意外的巧合 而他說過的經典京劇 最讓大家朗朗上口的就是 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 讓我這個神可以啊 1998年4月 星雲大師在公營佛牙設立來台祈福的法會上發起三好運動 推動走入校園 家庭 社會 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 這句三好口號成為經典 七七事變發生時江蘇人的星雲剛滿10歲 童年12月他扛著兩條棉被加入逃亡行列 12歲的時候跟隨母親到南京找尋因為戰爭而失蹤的父親 到了七峽山看見一組軍隊正在操演 一時後期駐足看了好久 突然身邊出現之客迷光法師問他要不要出家 本來只是想打發掉 結果沒想到對方又派人來問了一次 我就是要想叫他別嚕說了 我就隨便說一個藥了 我不可可悔 我是說的藥啊 就是這麼一個藥 永不退票 星雲大師見到師父的那一刻 覺得他此眉善目 隔天也就是1938年2月1號 星雲大師正式剃度出家 他跨越宗教凡禮 與已故天主教書記 善國席交情深厚 有四五十年的情誼 善國席2012年離世 星雲悼念時曾說 下輩子星雲大師還是要當和尚 善國席還是要當書記主教 還要當好朋友 無畢言秀 是自己 追到你 人情情故意 清源剛來台時 處境極不順遂 他不會講米南語 難以融入新環境 極度遭遇季寒交迫 無處可住 第一個讓他掛單的中立元光寺 管理人員吳宏林 即是吳伯雄父親 仲夏雙方此後身後情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繼續今天的國際焦點來關注的 就是土耳其南部發生了百年來 最嚴重規模7.8的強震 這起地震的震源深度只有17.9公里 而根據外媒的最新統計 包括土耳其跟敘利亞 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800人了 而台灣晚間6點半的時候 又發生了規模7.7的強烈余震 多棟建築當場倒塌 我們再交給國際組的記者 严馨宜 帶我們來了解最新情況 好的 主播 土耳其在台灣時間晚間6點半左右 又發生規模7.7的強烈余震 這是在7.8主震之後 12小時內發生的最大余震 這次大余震也讓多棟大樓 融入骨牌接連崩塌 金總畫面補光 民眾原本還在街上行走 左手邊超市旁 這棟數層樓高的公寓突然坍塌 嚇得民眾驚慌窜逃 漫天瓦礫和塵土飛揚 鏡頭另一邊 七粒尖叫聲四起 這棟建築物也被拍到 瞬間倒塌的恐怖景象 只見大型機具進駐 就原還困在建築下方的民眾 右手邊的高樓瞬間震垮 轉眼間就移為平地 就在現場顯像還生 有公寓半邊裸露在外 床和家具懸在半空中搖搖欲墜 而這次規模7.7的大余震 正央位在土耳其南方 靠近敘利亞邊境 據了解大馬士格 也受到餘震波及 土耳其周一遭到百年來 最嚴重規模7.8的強震襲擊 為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 正央邊境城市成了重災區 死傷人數不斷盤升 土耳其周一清晨4點17分 發生規模7.8強震 鎮央位於土耳其南部 靠近敘利亞邊境 約45公里的加進安泰埔 251顆原子彈釋放出來的能量 是921地震的5倍 鏡頭陸下恐怖瞬間 主鎮11分鐘後 土耳其中部又發生規模6.7的淺層地震 端著兩小時內 至少42次的強烈餘震 死傷人數不斷攀升 民眾才要衝上前 拉出受痛瓦力堆下的人 突然又來一次餘震 讓已經破碎的房子 犹如雪崩般灯塌 還有人冒險爬上了 已經灯塌的房屋 用力敲開已經變形的門窗 強救受困民眾 中南人員趴在狹小空間 對著受困瓦力下的民眾喊話 地震的威力 天亮後看得更清楚 八層高的大樓 中間被震出一個大洞 大量傷者被送到醫院 中南人員在變形的大樓 偷尋生者 土耳其上次規模7.8強震 是發生在一九三九年 土耳其至少十個省 因為強震輪回災區 目前已經進入國家第四級警戒 向國際間尋求援助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繼續帶來關注的是 俄屋戰爭 目前屋東天氣寒冷 最低體感 溫度甚至降到了零下四十度 傳出有俄國士兵在壕溝 被活活凍死 巴赫姆特俄軍營地大爆炸 幾秒後 另一枚炮彈正中 濃濃白煙冲出門窗 從另一個角度看 營地幾間鐵皮屋 輪流被打中 這是烏军公布最新影片 連環炮席 屋頂布滿秘密麻麻的破洞 俄羅斯軍營遭炮彈起席 是烏克蘭炮兵的傑作 駕駛者德國PCH2000 自走炮 這個小隊免日任務 就是朝俄軍猛轟 但要在寒冷的冬季 對抗俄軍考驗士兵的意志 因為巴赫姆特戰場氣溫 最低到攝氏零下40度 烏克蘭倉裔媒媒體 告訴大家冬季作戰最重要的三大考量 第一要素 士兵傳上西方送來的白色冬季 迷彩保暖 第二必須挖掘更多堡壘壕溝 因為天氣冷作戰腳不放慢 defense becomes easier than attack as the fortified structures retain heat at least a little also snow effectively reflects sound decreasing a chance of an unexpected attack 最后一个考量则是军备 坦克战机提上保护色 怎么在雪中移动不被发现也是学问 保暖 豪沟 装备改变 就是冬天作战三要素 相比之下俄罗斯准备似乎不足 被排到实名洞江躺在地上发抖 还有俄军战哨冷死在豪沟 但春天就要来了 战场可能出现变化 担心二军二月暴富式进攻 来自加拿大第一辆鲍日坦克 已经降落波兰送往乌克兰 美国也宣布最新一波 22亿美元军援 武器射程越给越长 但远远不及乌克兰想要的200公里射程飞弹 乌克兰国防部长继续请求军援 不过传出泽伦斯几决定要将防长换掉 由37岁的现任情报局长布达诺夫接任 外界猜测人事大地震 或许跟乌克兰国防部贪污丑闻有关 DBS新闻最后报道 西方对乌克兰可能又有最新的军援了 法国跟意大利已经传出同意提供防空飞弹系统 详细内容交给资论记者陈向如 是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现在法国跟意大利已经同意乌克兰 提供给他们SIM-T的陆基车载防空反飞弹系统 而这是首套欧洲远程反飞弹系统 将于今年春季的时候交付 用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弹以及战机 再来看一下SIM-T的话 它基本上是结合了紫苑30型的防空飞弹 以及Arabel多功能的电子扫描雷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了欧洲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他们为法国跟意大利增够了700枚的紫苑防空飞弹 主要当然是用于援助乌克兰 再来看一下SIM-T的发射连 它基本上是可以击落了中短程的弹道飞弹 例如俄罗斯现在常用的伊斯坎的M飞弹 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击落的是巡异飞弹以及无人机 同时的话SIM-T它最大的拦截距离是100公里 最大的拦截高度是20公里 俄军最近悄悄开辟了新战线 沉寂近三个月的南部阵线 俄军蠢欲动 不仅调派了战舰增援黑海军队 还传出集结了三万大军 部署在马里乌坡尔 125毫米滑膛炮活力全开 俄军实弹演习药武扬威 刻意展示的就是主战坦克T-90M的改装进化版突破型 跟西方国家援助的先进坦克互别苗头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吓叫正也没在客气 俄军加大火力猛攻乌冬战线 乌军担忧很可能只是前菜 随着春暖花开的脚步接近 没有了天气阻碍 真正的主菜图穷笔现 俄军的黑海舰队对乌军来说 始终如王刺在背 现在传出俄军调判能够发射 巡异飞弹的战舰增援黑海 恐怕就是准备侧应地面进攻 不仅如此 现在更有消息传出 俄军在马里乌坡尔部署了三万大军 乌南战线一系之间草木皆兵 事实上乌军自己也很清楚 决战关键很可能并非现在激战的乌东地区 乌南战线自从光复赫尔松之后 近三个月以来战线几乎没有改变 两军对峙炮击不断 只有零星试探性的进攻 乌军若是从扎波罗热展开大局反攻 最有胜算 不仅能够掐断距离前线 只有20公里的铁路补给线 还能一路杀到亚素海岸 众生只有90公里 就能够一举将占领区一分为二 收复西边孤立的克里米亚半岛 如探囊取物 就在同时 乌尔双方再度达成换球协议 两边加起来将近200名战俘获释回国 双方都想保存战力 眼看决一死战的态势 越来越清晰 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认为 这六个月是乌克兰的危机存亡之囚 然而根据瑞士媒体 新苏黎世报披露 上个月中旬伯恩斯本人密访莫斯科 他代表拜登总统向普京提议 以乌克兰放弃20%的领土 相当于整个顿巴斯地区 作为条件交换和谈 终结战争 但是美俄双方一口同声 否认到底 但是普京有无可能还盘算着 斩首泽伦斯基拼速战速决呢 去年3月以色列前总理班奈特 曾到莫斯科当着普京的面 这么问 问题是普京的保证能性吗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认为 普京说谎诚信 说一套做一套 就连西方国家也唱虽 俄军有多大的能耐 大家都看在眼里 毕竟乌克兰现在有西方的先进武器相助 春暖花开决战时刻山雨欲来 胜负尤未可知 TB 圣灯报导 美国击落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之后 已经打捞到残骸 并且送往FBI实验室要来检验了 想要厘清到底有没有拍下美国的情资 只是这一颗气球也引爆美中外交战 中国大陆间谍气球被击落 美中外交战也跟着爆破 相当于三辆八十大的气球 变成像卫生纸团般缓缓坠落 不是打下来就没事 美国海军第一时间就在南卡罗莱纳州 前海打捞残骸 一片都不能漏 因为要搞清楚这气球上装了什么才重要 退役的美军将领就怀疑 这个看起来是太阳能装置的设备 或许就具备着接收操作指令的功能 而这样的监控或是间谍气球 实际上已经是老招数 最早可以追溯到1700年 间谍气球不需太多维护之外 还有个特色就是 要装载什么样的监控设备没有太多的限制 而且光从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这几天就知道 气球像切西瓜一样从西北一路慢慢飘到东南 经过了12座核能飞弹设施 5到6座的大型军用基地 美国反应太慢了吗 拜登说他早就知情 但如今真的急落是让北京气得跳脚 从外交部到国防部都抗议四个字 反应过度 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复说明 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不要没完没了升级扩大 大陆外交部要美国不要没完没了把冲突升级 而事实上在2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外媒是对气球穷追猛打 外媒询问到底气球属于哪个民用单位 永远都只能得到这个回答 我们已经表明这完全是一次 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 跳针式的答案强硬地挡下所有疑问 CN分析这是要对国内民意有个交代 北京更直接否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要访问一事 这让美国共和党批评 拜登是对中国软脚了 共和党甚至扬言要对拜登当局的回应展开调查 但是最大的危机恐怕并非在现在 而是未来美中也可能在南海台海擦枪走火 2001年美中侦察机就曾经在南海发生擦撞 演变成外交危机 而这一次击落气球以后美中无人机的空中冲突 会跟着比照办理吗 这恐怕才是令人最有心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击落间谍气球的是美军一架F22战机所发射的 AIM-9X响尾蛇飞弹 而这也让这个飞弹引发关注 再请上路到我们了解 是的美军用F22发射了最新型的响尾蛇飞弹 把大陆的间谍气球给射了下来 来看一下AIM-9X 它基本上射程26公里 飞行的速度2.5马赫 短程的空对空飞弹可以说是AIM-9系列的新锐型号 而这一次的话可以说是AIM-9X首次的空战记录 同时的话台湾也有装备 而且不止一次对外展示 在之前的奉展案跟奉响案的时候 它是用来提升了空军F16战机的战力 而且的话你知道吗 AIM-9X的话它还可以向后发射 用来追击后方的敌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属于联合头盔的瞄准系统 换言之就是看到哪就可以打到哪里 而在上个月总统当它赴四连队去 未免F16的就曾挂载了AIM-9X系统亮相 另外还要来看的就是传出国防部呢 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就要编列国造潜舰 后续七艘的量产 总金额高达3000亿以上的特别预算案 专家认为原型舰相关测试才开始不久 就在相关风险都还没有掌握的情况下 又要编出近20年的高额预算 真的是让人无法放弃 潜舰国造原型舰预计今年九月下水 传出政府高层指示下 国防部开始编制第二至八艘2500顿级后续舰 3000亿以上特别预算案 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你第一艘的建造的过程都还没有公告 你也没告诉国人 你既然这么顺利 我就讲既然这么顺利 那为什么不能够公开呢 对此国防部澄清潜舰二到八艘后续舰属于舰案作业 要等原型舰完成作战测评才能下达量产决策 目前没有展开预算编列 你急于想尽办法要让它能够出来 我的感觉是敢在蔡英文要下任之前的震惊 为了拼9月如期顺利下水 台船潜舰工程在农历春节提前开工赶进度 有潜舰国造舵首称号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暑光 更亲自坐镇台船海舱工厂主持工程检讨会议 整个的进度是李启明跟黄世光这两位海军的上相 他们出了最大的力 潜舰国造已经是他后面的关键部位 潜舰舰身分成六块 六块都要焊在一起 潜舰的官兵40个已经挑出来了 台船提高加班费鼓舞造舰工人士气 第一艘由台湾自行设计制造的潜舰原型舰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不久后即将亮相 潜舰是一个标准不对称的一个载台 它跟我们传统上说不对称病例是这个精准弹药不一样 它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的存在 就是你投资一艘潜舰 敌方可能要投资七倍的这个成本去追踪 下水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进入就是这个注水作业 就让它浮起来 然后检查就是船壳的焊接等等的 这样阶段完成了最后就是海事 海事就全系统的这个测试 包括它的浅身的耐压 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力推前建国造案 有望在2024卸任前 亲自主持直平下水仪式 展开国军战力行业 这个美国决定把红区的装备 还有战斗的装备 卖给我们 战斗的装备很重要 所以攸关潜舰的存活 因为它的射程远 威力大 它有两种 一种是MK48的鱼类 一个就是潜舍的飞弹 鱼杀飞弹 装备取得不容易但还算可以克服 较具挑战的是 我方从没有潜舰施工经验 还得仰赖外籍人士协助 目前看到它的总造价 跟其他国家建造传统潜舰的成本很类似 大概都是在13亿到14亿美金之间 也就是400到500亿台币左右 但是最重要是这个技术能量就留在台湾了 特别是除了这些装备之外 很重要是这些工程师 还有就是高技术的这些建造劳工等等 这是非常珍贵的 另一项挑战是电池 原型舰使用千酸电池 执行任务在水下隐匿时间 会比用锂电池短 量产型国造潜舰规划采用锂电池 但锂电池因为不稳定 受冲击时容易爆炸 我很不客气 锂电池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简单的 你想想看全世界 手烧潜舰采用锂电池技术的是哪一国家 是日本 日本是花了30年的时间才研发 出来锂电池的技术 那个锂电池不是我们汽车里面装的 那个锂电池 不是你想想看 要装在潜舰上锂电池 它必须防爆防炎温控 一堆的参数的一些的条件上 它才能够装上去 国造潜舰终于要展现在国人面前 不过下水不表示全舰完工 而是造舰工程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意义 还要经过各种测试才能正式成军 TVBS新闻林阳南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